施政界长青树台北大龙洞金师团 和施头界爱马仕自立悬安金师团 在台上威武出镇精彩出击 在施政与战谷的火花中 为民众驱邪除疫祈愿平安 今年国际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 2022斗阵去施虎派对 将在11月12号13号在士林登场 汇集全台施政虎镇起剧演出 威风开爬 谢谢文化部跟序举中心邀请 让我们这样施头有机会参加 很久没有 我们有资历有25年没出 都是我们施头管他们在出 我们有25年没有出施政 我们是从湖南乡村来镇压台湾兵变的 那个士兵留下来在我们老师府 留下来当护院 然后教了我们大洪洞技师团的师兄 然后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 我们自己的狮子没有耳朵 因为 以前的说 狗人如果坐 头人就已经轻了 所以我们师兄弟曾经发现 真的是气象 所以我们的 庄里的起来就把狮子的耳朵割下来 从此我们这只狮子就没有了耳朵 这是我们最大的特色 十点开始我们就会有户外的会议 然后十点半我们会有采接的活动 这次的采接的范围又比去年更广 而且在区长跟三大公的协力之下 我们已经都规划比较大的采接的活动 让台北市民们能够看到这个镇头义镇 因为义镇在南部常看到 但是在北部比较少 我们也希望把各种的文化都能够在各个地方展现出来 然后我们从早上十点 十点半采接 一点半会有点金其福的仪式 就会在大表演厅戏曲中心的大表演厅 届时会有可以看到不同的镇头的表演 不同的义镇文化的多元化 请大家拭目以待 我们也跟北义大做充分的合作 再过来就是我们会一直演到什么呢 当天会一直演到晚上6点50分 18点50分 就是在晚上7点 大家会晚上7点左右 大家这么长的时间 大家希望所有的朋友们 尤其是台北的朋友们 都能够带着你们的孩子 或者是孩子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看 然后喜爱摄影的人来看 把台湾最美的义镇拍出来 给世界的人看 除了去年是一天 叫好叫座之外 我们今年加码 在13号我们跟台湾农师义镇联谊会 也就是诺诺会长 当讲陈会长可能比较少人知道 要讲诺诺会长比较多人知道 他们呢接续在礼拜天 也就是13号的时候 从早上11点到下午16点 那个呢也是做户外的大会演 那时候呢会由 Nono跟许孝顺亲自主持 届时27组十虎镇头 各路豪兽与祥瑞神兽 穿梭在街头 充满台卫十足的嘉宁华 以失灵为核心 包括户外会演 采接派对 市集等活动 让更多民众认识镇头之美 第一次的亮点第一团的话 是外埔的义武团 然后义武团 我们看到五老虎 那他有一个很丰富 他的一个发展脉托 我想也是让我们眼睛一亮 这个五年有五老虎 那主要也跟大家分享 那明年兔年会是怎么样 明年一起来拭目以待 所以老虎本身跟狮子 虎师虎师 我想是汉人社会里面 很重要的两个吉祥的祥瑞 那那个因为今年 疫情才刚解封 不然的话未来有机会 因为日本有很多五老虎 日本在整个东北 在仙台严守 这个是有自己的专业之一 大概有三百团的五老虎 这个如果以后有机会来台湾 我觉得会是一个很棒的 老虎跟狮子怎么样来 做一个很好的串联 我们发现在 这个南部南台湾的高雄的 这个凤山的五角 它有一团这个叫 这个龙神工的塞兵 各位好朋友发现右边这张图 就会看到有人穿老虎装 老虎跟狮子是怎么一回事 请这个十一月十二号 拭目以待 他是第一次离开凤山 第一次到台北 我想也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一个 这个将近有百年的老师团 这个是很棒的 下一页 接下来等一下会看到的表演 台北都会 这个都市化越来越快速 那不过台北其实保留了很多好的老传统 包括等一下会登场来表演 我们把它称为台北老塞座 台北最老的师团的大龙神经师正 他跟早期的先民的一个恳拓 跟历史事件有很大的关系 等一下二哥李世泽团长会带领团队来做 一个前期的一个表演 那更整套的部分 我们就期待在十一月十二号 这个台北大龙神经师正是台北市所登陆的文化资产 再回到前面那一章 那下面我们看到自立悬安经师团 各位朋友会发现左边有一个特色非常大的一个石头 他们的记忆是新北市保存的文化资产 用手工做石头 而且做得让你看不出来 这个石头的记忆用了哪些技法 因为用了太多技术了 包括纸的技术 这个金工的技术 包括这个我想我们在北意大这种学院教艺术 我们看了之后我们都觉得惊叹不已 所以这一次他们不只会带石头 而且他们也会有整套的表演 再等一下也会登场 好 再来的话不只有台北 所以我们也认为台湾的施政应该要整个用台湾来看 所以这个这一次国庆很重要的一个亮点的西南辽的金施政 台南的鸿头施 中部地区在北港西罗等等的这个区域很强的这个施政 那这两团也都是文化资产 文化资产 特别是台南跟云林的保存 包括这个大家想到八港八港山座 八港山座很重要的武镇的这个老徒师 会整套的上来台北 这个整套的不是只有一只狮子而已 好 下一页 好 除了这个以外 我想台湾文化最多元 多元是我们的一个价值 所以很棒的这个客家师 新竹所登陆的文化资产 琼林的客家师 还包括我们这一次的活动里面很重要的 13号的省师 不过12号我们也找了一团 这一团 跟我们13号 这个诺哥领军的这个议政协会 同样都是很优秀的台湾省师的代表 国际干军师王的这个吕师傅 也会是这一次12号的早上的开场 我想由这个世界冠军来做开场 象征两天的活动会非常的顺利 好 除了这个以外 我想我们在经常讲说 传统文化要做一个世代的交替 跟世代的一个弘扬 这我们找了试团 在台湾南北各地包括台北 我们找了这个台北市的东府国校 那是台湾师 那我们也找了 我想跟我的所属学校 北义大同样在培育 年轻的一个艺术专家 的这个戏曲学院 他们会以最精彩的这个北京师来做表演 那形式的部分找了桃源 三角国小的小朋友 也是这几年这个国小的一个形式表演里面 经常得到冠军的冠军队 最后一团 我想也是想大家可以秉析的期待的 再来自于云林的偏乡的夏伦国小 这个学校听说学生只有二十几位 那不过他们的这个冠冠师 这个这几年都是中华杯的冠军 所以我们也来看一看 这个偏乡的小朋友怎么样透过医政 让台湾的文化可以永续的传承 因为我感觉小孩很想看人知道 只要这个有听到人在拍摄过 或是说摄影 幼儿子就走出去看 不管是台湾筛 耕筛 朗龙 这个其实很多 很多大家会觉得 这是我们台湾很多传统 我们台湾固有的这个朗筛这个文化 那我觉得希望透过这个我们演艺的身份 或是透过大家喜爱这个文化的人 那我们把它努力的把它传承 甚至有一点点创新 然后把它这个推广出去这样子 镇头艺术是台湾在地的传统艺术 今年举办第二年 持续发扬镇头欢庆祈福 娱乐人生的精神 永续文化新船 2022 斗胜区 胡思派对战 记者温云君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扬镇头